热转硬VS数码转硬四大重点比一比 想更了解热转硬及数码转硬有什么不同吗? 一生透过以下四大重点进行两者的比较 帮助您更清楚明确适合哪种方式 依照适合的产品性质去选择 便能达到更加的生产效率 一、应用产品 传统热转硬 属于有板印刷 需先将预转硬图案制作出模板 数码热转硬 属于无板印刷 无需先制作模板 图样变化更弹性 适合应用在客制化生产 二、市场价格 传统热转硬 多用于生产大众市场商品 市场定价较低 数码热转硬 多用于生产个性化客制商品 市场定价较高 三、市场定位 传统热转硬 定位于量产型市场 数码热转硬 定位于客制化市场 四、生产数量 传统热转硬 产能大 适合大量批次生产 数码热转硬 产能较小 适合少量生产个性化商品 透过以上四大重点比较 是不是更了解两者的差异了呢? 热转硬跟数码转硬 更有其优势 建议先自行谨慎评估使用形式 再决定购买哪款机台 便能使其成为您在创业路上的最佳伙伴 若您有想更进一步了解的需求 也欢迎您与我们联络哦 义生成立超过20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 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直喷机 雷射雕刻机 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